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典型就是孟加拉国,人口都超过1.6亿了,但是却还嫌弃人口上,鼓励生育,这到底是为何呢? 其实原因很简单,只有两个字,我们知道,我国当年为何实行计划生育几十年,就是因为人口太多,960万平方公里土地,无法有效承载。 印度也是如此,印度才300万领土不到,人口赶上我国了,也是人口太多了,在50年代就实行计划生育政策,只是一直效果不大而已。 也就是说,这些国家都能一时到人口多了,要去减少。 但是对于南亚小国孟加拉来说,完全不是这样,孟加拉国土地面积只有14万平方公里,只有我国一个省大,但是现在人口都超过1.6亿了,接近1.7亿了。 如果按照土地承载力,以及人口密度来算,孟加拉国在任何人眼里,人口都太多了,这也是孟加拉国长期贫困潦倒的重要原因。 但是,对于孟加拉国自己来说,他们不觉得人口多,反而觉得少,因此还在鼓励生育,希望人口继续大幅增加。 很多人不明白,孟加拉国这是怎么的,自取灭亡,人太多无力追之地怎么办? 其实,这个逻辑不对,而孟加拉国的逻辑,或者说原因,只有两个字,那就是印度。 孟加拉国从1971年,在印度帮助下独立,目睹了南亚国家的悲剧。 最近1975年被印度吞变,布兰,马尔代夫,尼泊尔,斯里兰卡等当时被控制。 所以,孟加拉国当时很是害怕,怕自己也会成为印度的一盆菜。 而且总结了一个原因,那就是这些国家那么容易被征服控制,就是人太少,一旦人口多,吞都吞不下。 于是,孟加拉国从70年代,开始执行增加人口的国策,这是关乎国家生存的大事,鼓励大家生育,增加人口。 直到现在,人口已经是比俄罗斯还要多了,但是还不满足,再过30年,要达到接近3亿,这样可能相对安全。 这也是孟加拉国的盘算,其实到这里,这是很心酸,在南亚小国,活在印度身边确实不容易啊,发展不了经济,只能生孩子了,这一点还是可以拼下的。 因为,任何国家都没办法消化一个人口如此多的国家,或者民族,即使吞下去也会吐出来。 从这一点来看,孟加拉国还是很明智的,换一个视角纵观古今,发出自己的声音。 写例是,我们是认真的,更多精彩。 请关注农夫史记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